大家好,欢迎又来到这个不独庸频道 今天是2024年6月11日第1262集 我们今天的题材是《香港地产股被清洗?》 在我们这一集未正式开始之前在这里呼吁一下 如果可以的话,希望你们可以给个like 分享我这条影片给你的朋友 和订阅我这个频道就最好了 五穷六绝有少少的成效出来了 但是我们先说今天来看深证和上证指数 今天深证没有什么大问题 但是都已经不妥了 但是上证就非常之不妥了 因为现在慢慢慢慢又向着3000点这个水平进发了 但是两个股市的成交金额都是非常之小的 不知道内地发生什么事了 这一段时间都好像很淡静 但是你也知道我们香港最惨的就是 有些消息我们应该听到的 反而就听不到 所以就比较一面倒 但是如果这样看下去的话 我们香港的势一般的好呢 是可以预期的 好了,在这个节日之后回来了 星期二今天开始了 其实恒生指数呢 今早早就原本跌得比较厉害些 不过下午就叫好一点 现在的恒生指数呢 全日就跌了190点 很勉强地呢 就是保持着18000点这个水平 恒生指数在做18136点 如果明天不生性的话呢 分分钟18000点都保不住 那现在今天的收市的成交金额呢 都有1398亿 那就算是叫做相当之不错的了 不过好像呢 沽受压力呢 依然都是存在的 那今天的股市跌呢 不知道和这些政治呢 有没有什么关系了 那但是我也拿出来和大家讨论一下啦 那上星期呢 辞任了这个中院的海外非常任法官的一位人士 那他呢 就撤文呢 就这么说的 他说香港的法治呢 是受到严重的损害 形容香港呢 正是由一个充满活力和多元的地方呢 就变成一个极权的地方喔 那当然他这样说 当然是不行啦 那我们的行政长官李家超 今天就出来啦 就发表声明啦 他呢 就说不同意呢 这个言论来的 他说这个批评呢 批评呢 英国的官员和政客呢 试图呢 是将英国的司法的影响力呢 是武器化 是在针对着中国和香港特区的 强调呢 是不会容许这些事情发生的 嘿 那别人就别人说的 那你反驳就行啦 其实呢 最重要是看我们香港人自己怎么看的 好了 这个岑耀信呢 在这个英国的金融时报呢 就以一个标题 叫做香港法治面临严重危险 为这个题材的 首先呢 就提及到呢 就说5月30日呢 就有47人判决的 他说案中呢 有14名呢 不认罪的被告呢 最后被人裁定是罪成的 所以呢 他认为呢 判决在法律上呢 是站不住脚 咦 那么喜欢学大陆的那些说法的呢 那也都是呢 他说呢 也都不会说一定意味着呢 香港的法治已死 但是呢 他说香港的法治那个部门呢 那那个能力呢 日益这样呢 是衰退呢 这个呢 可能是一个征兆来的 那么他也都呢 是批评呢 这个港安的国安法呢 他说严重呢 是限制这个法官的自由度 那么人大呢 也都可以透过释法呢 是推翻这个法院的判决 所以值此呢 就是权力呢 是 就是这个权力呢 去对付这个对手 那人家怎么说呢 我就觉得没什么相关的 最紧要你自己去感受最重要 那譬如好像有位观众朋友呢 他都留言这么说的 他说英国的国安法呢 比香港更加严 英国呢 有清楚说明 国安法的红线吗 这样说 那我不知道他有没有说明 不过呢 我就是想到一件事 就是我自己想的 就是说有些东西呢 其实就看你有没有滥用到咯 是不是 那嫌不嫌呢 就是你自己的决定咯 你在那个地方那里住 你觉得住得舒服的 是没问题的 那国安法也好 什么法也好 总之 危害不了你 或者你觉得是完全没有任何不舒服的地方 那你就继续享受你的日子咯 那如果有些是觉得 哎呀,忍不住了 那你就唯有一走了之 没办法的 你只能够去一个 你自己觉得应该去的地方 或者你觉得应该是属于是 舒服的地方 但是说真的 我们香港这几年来 香港政府就说 哎呀,我们香港很和平的 这样说 那又要回头说 我们现在可不可以出来游行呢 我们现在可不可以出来示威呢 是不行的 是不是 他说准的 但是他要批才行的 是不是 他准而已 都要批的 所以呢 这些东西会不会影响到我们香港的未来前途呢 我不敢说了 不过今天的股市跌呢 有很多因素的 未必跟政治有关的 又或者 为什么我们今天我们的地产股呢 会被人好像被人清洗那样呢 咦 其中一样东西呢 就站回商业角度去看呢 那看下去呢 就可能会解释得到 为什么今天呢 我们香港地产股被清洗了 我们在对上过一条片就在说 哎呀 我们环球的经济数据不好啊 日本又不好啊 沙地亚那边又不好啊 美国又不好啊 中国又好像未必太好啊 漏了一个没说 就是加拿大 虽然呢 加拿大呢 就不是说特别大的一个国家 但是呢 它都是北美那边的嘛 都有一些影响力的嘛 那加拿大的统计局呢 显示了 就是今年五月份的 加拿大的失业率呢 就由6.1% 升到6.2% 那这些呢 发展中的国家 有6.2%的话呢 我觉得是正常的 不过呢 在 其实这一排呢 加拿大收了很多难民 也有很多人拥有去加拿大 那理论上应该很蓬勃才是 但是为什么失业率又会推高了呢 那这一样东西呢 要慢慢呢 遲些去消化解息才会知道的 但是呢 虽然失业的人口多了 但是这个时薪方面呢 还是继续有的哦 就是继续加速的哦 所以呢 就变成了加拿大政府很难做了 那么最近呢 都知道它有减息的 但是减了息之后呢 会不会又令到加拿大的房屋呢 就更加贵呢 因为现在很多加拿大本身的本土人呢 都已经在那里骂政府 就说不行啊 哇 那楼价高到根本就没可能呢 是可以是买到屋的 你都知道了 加拿大本身的税都贵的嘛 叫做万税国嘛 那你想一下 交了些税之后 还哪有钱去买楼啊 所以呢 这一个加拿大呢 都是一个麻烦的地方来的了 好了 我们说回美国那边了哦 那美国那边呢 三个指数呢 真的好像不肯跌哦 但是越不肯跌呢 我就越觉得呢 是要担心的 那比如说昨天的纳斯达哥指数 都是继续向上升啦 而且呢 也都是差不多再创新高那样的了 不过 都有好处的 那昨天NVIDIA呢 终于呢 就是拆小股份成功啦 那你现在看到呢 就是121元左右啦 那其实还有得升的 不过在香港的 那我不知道你用哪一家证券行啦 我自己用的那一家的银行呢 那个NVIDIA呢 那个股数呢 就还没拆小的 所以呢 现在呢 我暂时就应该不能够卖出去的了 免得麻烦嘛 那就等多一两天先咯 但是买入呢 就好像可以咯 因为我昨天呢 是设定到盘买入的 不过我当然不成交啦 因为呢 我设定盘呢 那个价钱呢 就太低了 但是我不介意低一点的 因为这些股票呢 是神仙股来的嘛 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呢 会是大跌的嘛 所以现在呢 都是比较论均一点 但是呢 这个NVIDIA呢 再看看今晚怎么样啦 似乎呢 它现在呢 可能拆小了之后呢 有很多人都有能力 可以买它 百多元而已嘛 是吧 那我的目标价呢 不是很贪心的 由现在这个价位 升多三成呢 那差不多呢 是可以埋单计数的啦 都叫做赚了一笔 叫做肥美啦 但是要不要再持有下去呢 就要看看将来的环境如何啦 不过呢 我终于呢 昨天呢 在这个 都做了一宗生意啦 就是终于呢 都有成交过啦 就是这个 辉瑞啦 可以买入啦 还是比较漂亮的价钱 那早前呢 就是二十九个半卖出去 那昨晚呢 就应该用二十七个 八左右呢 就买入的 那算是不错啦 做了呢 六月份的第一宗生意啦 那希望呢 今晚呢 可以再做多一两宗 那开始慢慢呢 六月份呢 都叫做呢 有些叫做 投资上的收入 那我希望呢 个个都可以做到这一件事 大家呢 都不需要特别 在港股那里做生意的 在美股一样有钱赚 一样可以做到生意的 我们香港的恒生指数呢 原本我们就很有期望的嘛 是不是 那在五月十三日呢 当时呢 就超过了万九点啦 跟着那些人呢 就拍烂手掌啦 那希望呢 再可以继续推上去呢 两万点呢 就可以见到啦 差一点点 差一点点 那就会见到两万点 但是呢 看不到两万点不得止呢 那现在呢 还回落下来呢 那今天的恒生指数 虽然呢 就是收市的时候 就跌了一百九十点 刚才说过 说了 那但是今天呢 最差最差的一个时段呢 呢 竟然跌穿万八点 那这个呢 这个呢 叫做名义上的跌穿了啦 那实际上呢 要等真是 如果明天了 或者后日 或者这个星期里面呢 真是跌穿了万八点的话呢 那我们才可以确实的 那你就见到啦 就是 曾经有万六点 那很努力地 希望呢 推到上去两万点 那最后呢 都是只差一步之下呢 又回落下来啦 那这次回落下来的情况呢 可能会很惨啦 那今天呢 虽然跌了一百九十点 但是呢 都有五间的公司呢 都是创了些什么三年新低啊 历史新低啊 那就逐直跟大家讲啦 行农地产呢 是很夸张的 等一会会继续讲行农地产的 跟着呢 就是长实集团啦 历史新低 真是没眼看啊 跟着那些什么 嗯 百威亚泰啊 周大福啊 这间周大福呢 都奶奶的东西了 那另外就是这个蒙牛乳业啦 那这五间公司呢 今天呢 就是做得相当难看的 尤其呢 是行农地产跌得比较厉一点 那就转头和大家讲讲啦 那其实呢 为什么今天要讲地产股呢 因为呢 有一段新闻呢 其实我继续了有一段时间 又不是很久啊 不过这一段 这个新闻呢 或者这些数据呢 现在拿出来用呢 刚刚好啊 绝对呢 不会迟的 为什么呢 听完呢 你就会知道了 听着 踏入了六月份 有很多新盘已经准备就水了 那么在短期之内呢 就会推出来啦 但是 由于这个负存量呢 依然是偏高 就是说呢 那些发展商去货呢 很慢啊 尤其呢 这个假期呢 听说去货呢 真是少到得人害怕的 那么以后的日子呢 就更加难过的 好了 发展商呢 现在他开价呢 依然呢 是非常之要审慎啦 那么更加难以呢 是用一个呢 美价推出来 因为呢 市场气氛呢 谁人都知道不好的啦 如果要买的话 炒家也好 用家也好 都是一个字 底才会买 不便宜 就不会买了 地政总署呢 他有个资料说 他说目前呢 代批的私楼 大概有一万一千八百个单位 而且呢 已经批出了 但是未推出市面上买的话呢 就有一万六千三百伙啦 所以意味着呢 在这半年至一年之间呢 大约呢 就会有两万八千个新的单位呢 是会供应出来的 好了 如果连同现在代理统计出来的 新货的货尾在手上 大概有两万一千个单位的话呢 哇 不得了咯 加上两万八千个 楼花可以供应的 加上两万一千个呢 是已经是落成的楼 是货尾来的 加上呢 四万九千个单位 你说死了吗 好了 这四万九千个单位的话呢 他这么计 他说如果以市旺 那个市场是比较轻旺一点的话呢 一年大概可以消化一万五千个新的单位 那这四万九千个单位的话呢 起码需要三年 还要记住咯 是市旺的时候才行 如果市不旺的时候呢 那就更加拖长一点啦 所以现在呢 市场上呢 就出现了这个功过于求的现象出现了 好了 那这样的情况 你们猜一下 可不可以卖出去的单位 卖得好价钱呢 当然不行啦 我们要说回两只呢 惨不忍道的两间地产公司的股票了 第一间要说的就是这个行龙地产啦 那么前一两天才拍过片而已 先说一下陈启宗 那如果 其实他现在的股息呢 已经去到超过十厘了嘛 那我就在那里说 那如果跌穿七元的话呢 那真的可以考虑一下了 那 幸好我今天没有多手 因为呢 我真的看到他跌穿七元的时候呢 我犹豫了一刻 我真的想说 哎呀 看到他这么好价 不如博一博猛啦 可能可以收回多少呢 那我知道呢 这间公司呢 有机会呢 是有得收回多少的啊 如果不介意 就是买入的话 但是想想想 算了 还是不要买了 次次多多手手的话呢 不知道会跌到去哪里的嘛 所以呢 说真的啦 自己一个字 怕 所以就买不成这间公司股票 不过呢 我不会后悔啊 买不成不后悔 不过现在呢 那个股息收益率呢 如果他不减派股息的情况之下呢 超过十一厘 在这个股市 就是在这些地产公司来说的话呢 很夸张 很夸张 如果你觉得这一间公司 拿来收租 在香港收租 在内地收租 如果你觉得没问题的话呢 喂 十一厘息哦 放一百万下去 一年有十一万收回来哦 你说是不是很开心呢 真是说真的 听见都兴奋了 但是他现在的市值呢 只剩了三百零八亿 哎呀真是 好陰功啊 那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为什么今天会被人清洗呢 因为呢 他今天呢 跌了7.8% 而且他成交金压呢 比平时多很多啊 那 那谁在想他呢 不知道 但是我觉得有点奇怪咯 那大股东 陈启忠 喂 为什么不出来维持一下秩序啊 买回多少啊 刚才你又说到这么好 那没理由 你没压力 你没财政压力的话 那不如托一托个价也好啊 好了 另一家公司 哎呀这家就更坏了 长实集团 我常常都后悔了 为什么三十六元 不去买了 好了 今天呢终于呢 又见到这个数字了 贴近三十元边缘 一度呢 应该跌穿了三十元 好了 历史伸低了 不用说了 好想他两天之后就派息 那都叫他有点点的钱呢 就是有cash info 就是回来啦 那但是这家公司呢 搞什么呀 是不是真的这么恶劣啊 他的环境 那但是你说他跌得多呢 又不是跌得多啦 今天跌了1%都不够 那比其他地产商呢 都是比较好一点的 市值呢 还有超过一千亿 有1058亿 那到底这两家公司 那说真的 如果给你们选的话 你宁愿选行农地产啦 还是买长实集团呢 两家都坏的啦 不过哪一家够坏呢 我都不知道 如果给我选的话 真的叫我选一家的话 我真的选不下手 情义结方面呢 我是想买长实的 因为我在那里选手烂脚嘛 那当然是希望在这里呢 在这里跌倒 就在这里爬回来的嘛 那但是你看到他跌到这个价钱 我又黑仔 我又黑仔指数特别高的 分分钟我买下去之后呢 分分钟再跌穿三十元都不出奇的 那但是行农地产呢 我真的看到他呢 11.38%的股息回报率 哇你说不吸引呢 就假的 那但是 怎样买好呢 我都不知道啊 那今天呢 也都有新盘呢 继续呢 就会在市场推出来的 没错啦 这个就是新地的屯门的楼盘啦 那那这里的标题写着啦 入场费三百万有爪 啊 是不是很便宜呢 听清楚啦 新地呢 在屯门的一个楼盘啦 叫做Novoland啦 那3B期的单位啦 那今次呢 就会推出大概一百五十四伙啦 都不敢推得多的啦 那提供呢 折扣呢 最高15%啦 实用单位面积呢 由二百五十几尺到五百四十几尺啦 属于是一种家庭装 家庭式的 即不是豪宅区啦 家庭式的 呃 楼房来的 好啦 那折扣呢 就是最便宜的一个单位呢 298万7千元 啊 真是三百万 不用啊 最贵呢 都是去到六百三十四万 顶了绑的啦 没有的啦 所以如果你说赤价来计的话呢 就是一万一千元至一万二千二百元左右啦 在屯门来说呢 这个数字呢 你想想新楼推出来 都是一万一千元至一万二千二百元 好啦 在它附近的那些楼盘呢 咦 全部都打折扣 起码都10%啦 旧楼来计 就是所以呢 屯门那一区呢 应该捱住一万的啦 那如果跌穿一万的话 一点都不奇怪啦 因为天水围那些 神早已经去到八千多元了 所以你说这个可惨不可惨呢 那新地的副董事总经理 阿雷霆呢 这么说呢 他说今次呢 是用这个叫做无的贴市价 啊 所以呢 以这个市价推出这个盘啦 所以认定呢 今次的单位呢 和上期的单位的座向呢 和观景呢 有点分别 所以呢 市场应该可以接受得到喔 那就是用个便宜的这个字 这个 推销他的楼盘啦 那推销得好不好呢 就要看一下呢 咦 那迟些推出来 卖得多少啦 今次呢 就一百五十四个单位 如果他一炮清袋的话 那也叫好啊 那新同基地产股价呢 咦前一阵队 郭老太顶一顶的话呢 都叫做好些 去到八十元 那现在又回落了 不过大家呢 盯着他咯 如果你真的觉得他去到七十元边缘的话 已经是顶榜的话 一跌穿七十 那就试下 博一下猛咯 看看可不可以收回一万几千元 因为港股现在是炒这些的啦 可能迟些有些什么特别好的消息 会不会令到那些地产商的股价升上去呢 但是今天呢 你看到所有的地产商呢 那些股价呢 都跌得非常之离谱的 信和置业呢 四个percent 那你说 是不是今天 所有的香港地产股 都好像被人清洗了一轮这样呢 那这次被人清洗呢 又不知道是不是 和上次我在1236集 拍这条片 封面有关 就是李泽巨啊 指着那些人 喂!小子 你不要打算撤定啊 撤定你很麻烦的啊 这样说 吓一下的话 个个都害怕啦 不过我在想着 如果有些人呢 真的撤了行基的楼盘 或者撤了这个新鸿基的楼盘 是不是真的不被人追差价呢 还是他们有追差价呢 不过就不会像 长实集团那样打开口牌 说明就会是 会告你的 不知道会不会啦 所以如果有些朋友 有些最新的消息 关于这个 撤定会不会被人追差价这个情况 有的 希望在这里呢 我这条片下面留言 就留一留言 大家可以胡通消息嘛 好了 所以这一集呢 我们就讲到这里为止了喔 今晚继续在美股里面 大家一起赞千 多谢各位